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10月28日 俗话讲啊 狡兔三苦 何况人 何况是这个中南海的决策层 这些所谓的这个领导们 他们肯定是把给自己准备好了很多的这个退路 这个今天看到海外网站上有一篇文章非常有意思 讲到什么 讲到说是中南海和301医院 自建的有秘密通道 给大家看看这个标题 先看看标题和图片 那么当然了肯定有通道 可能还不止一条通道 所以这篇文章就讲到什么 说是前不久 网川有一个大人物 也就是16号晚上 11点多钟啊 说是301医院地下通道来的一位重要人物 医院全部都戒严了 说医院在几十年前有地下通道 一百多条 审 至少四条 都是紧急通道啊 这个 从网上截图看 好像是网络上发表的 推特 题目叫汉奸当道 百姓遭殃 发表的啊 这个本人认为啊 关于通道这个问题 早就有实际上 你想中南海那下面 我估计早就挖通了 可能不止一个通道啊 为什么这样讲 我不是北京人啊 这个北京去了几 去45多 这个断断续续 那时候在这个 报纸 报社做编辑记者的时候 在大连日报的时候 记得那时候 大连晚报创刊之前 有个文体报 我当时在那做编辑记者 我和那个 文艺版的吴童 我们两个管夫 文化艺术版啊 文化娱乐版 有这个条件 上北京采访那个 这个一些电影演员啊 年轻的时候 都是追星族嘛 那时候刘晓清 还不怎么太有名啊 我记得最早 报刘晓清的是一个 叫陈小红 这戏剧电影报的一个记者 我当时还和那个 这个 这个吴童两个 去找这些电影演员 采访他们 那时候见了好多啊 这个 在北京是逛到了 这个 好像是十几天啊 这个从那以后 后来去这个 新华社大连直社工作 又去香港文化 东北办工作 那机会就更多了 但是 那时候去北京的时候 不像现在这个形势 现在的形势 空前的进展啊 这个 这个 由于这个社会矛盾 非常尖锐 这个官民矛盾 特别是习近平这个 执政以来 越来越走向极左 搞得是 这个 麻烦不断 天动人员 特别是新冠军 病毒这个事情 搞得 那更是在国际社会 陷入孤立 所以呢 从来 没有像现在这样 我认为 中共的角色 是呢 意识到什么呢 威胁 你看他们不断地讲什么 治理能力显得化 治理体系显得化 六文六保 两个维护 这个四个自信 四个意识等等 那什么原因 那就是因为 不自信的 那就是不稳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 那肯定了 要花了很多的 人力物力财力 投入什么呢 地下通道 做好这个 这个将来 这个逃跑的准备 逃跑的准备 也包括什么呢 从中南海 能够进入 这个301医院 去治病 这样的一个通道 这点毫无疑问 这个通道这个东西 它在中国 这个最少 我印象当中 搞这个通道最多 就是什么呢 就是毛泽东 当年和这个苏联 对峙那个时期 那时候毛泽东 不提出一个口号吗 深挖洞 广集点 不成挖 那个时候就 我记得这个 黑洞江省 哈尔明和大连 那地下通道 就搞了好多呀 叫防空洞 我们叫防空洞 挖那个防空洞的时候 在那个大连 那个动物园下面 几乎都挖空了 当时的这个经济条件 不是太好 挖那洞的质量 就原来不如现在的 施工水平 但是也够结实 后来呢 其实没发生战争 那么那一通道 就变成了这个 这个叫人房工程 就变成了这个 商店 地下商城 所以很多的贪点 都租出去了 做生意了 那么现在 那又面临的战争威胁 我估计肯定 这些通道 都进行重新的 这个 加固 拓宽 而且 现在在人民 防空这个领域 抓了一批 贪官 那目的是什么 就换人 觉得不可靠 把自己的人马 都安慰上去 这一点 已经非常明显 那就中南海来讲 我觉得 它肯定 这个有 若干个 这个通往机场的 这个通道 是最主要的 今天这个网络的 这个消息讲 说是 这个 说北京 说在建地铁的时候 就有这种 老鼠般结构的通道 说西山指挥所 军委 中南坑 人民大会堂 军委 301院等 301院等等 据说还有 通南院军师 军用机场 两次 共大批量人 使用过 他说一次是文化 大革命时期的九大 九大是林彪那时候 我记得 孙玉国 就是那个珍宝岛战役 提挥了一个军事件 基层干嘛 孙玉国 给他 在这个珍宝岛战斗当中 算是立功的 当时毛泽东 也是给他个 九大代表的头衔 后来这个人当了 好像沈阳军去服司令 九大 那么九大 就是从地下通道 到人民大会堂 说再一个就是 八九天安门时期 也有部分军队 几万人通过地下通道 记录 大会堂 在那个地方 积极 然后冲出去 执行清场等等 那肯定的 这些都是别人知道 但是我想 可能啊 还有很多秘密通道 是别人不知道的 那根据这个 网络的消息讲 说中共啊 病毒疫情 持续延烧的时候 早就有消息说 习近平未必 不在中南海办公 那肯定是这样 我甚至都怀疑 可能他就从那个时候 开始到这位置 从来没有在中南海里办公公 因为什么呢 现在都可以视频连线 在视频连线的方式 最简洁 就坐在这个地洞里 这个防空公室里 这个耐心 有吃有喝 有玩有乐的地方 然后还有这个警卫 搞了一下 戒备视野 肯定是 那是非常安全 这个安全来自于两个方面 一个是怕什么呢 感染病毒 感染新冠状病毒 表面讲 人民群众 胜利财产 忠于财产 做起来是自己的胜利财产 忠于财产 对不对 只不过是 有的时候临时参加活动的时候 派车出来就完事了 很简单 你想现在中共这么有钱 休斯明有钱 他把仅有的民营指名 都用在什么 个人享乐和个人安全方面呢 你看习近平一年 把北京军区 卫数区领导 换了多少人 多少人呢 干几个月 换个人 为什么 不放心呢 因为他知道 自己上任以来 搞这个反腐败 得罪了很多人 中族部的大老虎 四五百名 哪个人没有一匹铁哥们 是不是 你像周永康 正法王十年 你不合起来 这令计划 更不用讲了 令计划当年 在这忽闻那个时代 那是忽假天下 令假党 对不对 所以习近平还超紧张 那肯定是通告很多 就包括昨天看那个节目 那栗战书 视频连线 参加论坛讲话 那人肯定不可能在 不一定在人民大会堂 是不是 可能有的时候 就为了造点声势 来的人比较多 可能有些外民 都到人民大会堂里 露露面 大部分世界 还是在地下的防御公式里面 对不对 可能这个常委这一半人 都是这样 也不光是习近平本人 但是这个海外这个网站 这个发表这个消息 讲到说是 说是有这个三条通道 说有一条通道 是从中南海到西山的空军基地 说这个 这个另一个 更隐秘的 还有另外两条通道 其中有一个通道 直接通到这个 这个机场 我认为它肯定有一个通道机场 可能不止一条 通往机场 那可能就是 有可能是 这个过去的机场 除了那个之外 可能还有一个 新建的这个机场 就大型国际机场 肯定有 这个是做好什么 将来一旦外地入群 或者是 这三十几个省 是指示区有兵变的 有地方的 风强大力造反的话 这个包围了北京 困了北京 困了中南海的事 它可以通过这通道 赶快就逃跑 到别地方 再指挥部队 再夺回权力 做好这个准备 所以说我相信 这些秘密通道 伴随着隐秘的权力核心 肯定是存在 而且里面 难以想象的 这个豪华 和这个 这个 这个宏大 因为他们现在手里有资金 有资源 对不对 所有的权力都在手里 调动个几十个亿 几个百个亿 修一修地下防御工事 这个小菜一跌 甚至都有可能 从北京直接修 直接干到这海边上 是天津啊 还是这个 哪个地方啊 都完全有可能啊 但是本人认为 除了这个通道之外 秘密通道地下 可能是 在陕西说不定 地下也有防御工事 对不对 因为什么呢 刚才不讲了吗 狡兔散枯 何况人家这些伟大领袖 都做好准备了 但是我认为 这个准备啊 终于派上了用场 用场了 因为什么 川普如果连任美国总统之后 肯定要承诺 这个索赔和追赦这个问题啊 到了那天 你看吧 这个通道能用上 但是 有的时候啊 这个 有些事情 谋事在人 做事在天 你别看给自己准备通道那么多 但是由于民意基础没有 变得是这个 四面处 人人狠 到那天 你就会想上扬 变法则物 就是 你看这东州列国志 这边讲的就是 最后到处跑 跑也跑不出去 所以说到那时候就知道了 为什么要 中国的这些善良的 这个知识分子 总是劝这个统治者 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都是善意的 到那天他就知道了 是谁害了他 但是你现在的讲 没有用 为什么呢 这权力在手里 是太好玩了 你想想抓随 就马上判十八年 这个多爽啊 是不是啊 而且呢 这个媒体 打开由人民日报 新发社 都是歌颂啊 打开电视呢 都是连品累赌 这些吹捧 和渲染夸张啊 那自己看了 那心里是乐呵的 这是人性的弱点 这个弱点造成 造成集权统治 最后走向灭亡啊 那么今天呢 海外七谈节目 就到此结束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再见